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今天又來到各位求生者恰晚的全新絕地求生M 1.0大改版更新內容 這次的更新可謂是大變動啊 不僅更新了全新的UI介面 還有新海島地圖 最佳化前後的地圖真的是非常讚啊 不僅把場景更新 還對支援點做了點調整 這也對往後新海島地圖的跳點會有很多的變化 也在支持PMPL聯賽中就可以很清楚的發現 那還想要了解更多更新資訊嗎 那一樣話不多說 繼續看下去囉 Let's go 首先可以看到最大的變革就是 登錄遊戲後的大廳UI介面 可以發現上一個版本的介面是偏深黑色系 有一種戰爭時代的感覺 這次更動的介面比較偏像清爽舒服的那種感覺 在遊戲內部也會有一些小細節的呈現 地圖旁邊也會有詳細的地圖資訊 像是看到絕地海島旁邊也會有詳細的資訊 地圖大小8KM×8KM特色等等資訊 聚樂園也直接擺放到了我們組隊平台的下面 大家就自己登錄遊戲進來探索看看吧 點進去後可以玩一些小遊戲與Social 也可以直接與朋友組隊或通往訓練營 現在訓練營還可以進行每日的特訓 且會有分數的呈現 終於不用像以前邊練習邊錄影 再回放來看自己在多少時間內打倒多少把子了 那全新的畫面想必大家都知道 這邊給一張官方的比較圖 不要我多說吧 派金字啦 在大型支援點也有很多調整 比如說核電站區域 核電站區域重做 建築結構也有新的布局 支援也更密集了 礦場區域 就是調整它的建築布局 新增7個大型的倉庫 增加跳傘弱點 打野戰選擇也更多了 監獄區域 地形結構調整 周圍新增更多圍牆 讓鋼槍的區域也多了一個新選擇 整個地圖中也增加了更多的野外支援點 那就變成說打海島基本上如果你很想歸 很抱歉 歸不了 因為現在連野區物資都豐富了 那也相對充斥著更多誘惑的危機 也一改了以往海島中大成密集的情況 轉而變為整張地圖都有它存在的意義 最容易看出的就是PMPL聯賽中 地圖中每個角落基本上都有職業選手的身影 地圖中新增了戰壕、巨馬、廢棄坦克、工程掩體 那基本上對遊戲整體的影響其實不大 但卻可以開發出一些有趣的點位 也讓攻防更有趣 M1014就是咱們改版中的新武器 半自動限彈槍載彈量有高達7發 近距離開打完全不用怕 裝配限彈槍槍槍口和子彈代配件 關鍵是可以邊打邊裝 也可以改掉一網換彈的習慣 裝一發打一發也讓缺彈狀況 在這把武器中影響非常小 這把槍只會在利維科與團徑中出現 那我也覺得這個設置非常好 畢竟這把槍到大地圖中 它的效果還是遠低於步槍的 除了在防區戰或決賽圈 基本上M1014在大地圖中 還是會效於步槍或其他中遠距離武器的存在 所以出現在2x2的利維科與團徑再適合不過了 再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武器的平衡性改動 湯姆遜衝鋒槍、射速UP 大家都知道以前是不能裝配背徑的 但是現在居然可以裝配紅點或全息 這一點基本上就讓湯姆遜使得新手更好上手 他也在前期的對線中會有更高的出場率 UMP基本上也是被buff的許多 傷害、射速、子彈飛行速度都有所提升 DPS原本只在空頭箱出現 但在現在1.0版本中直接被下放到地面都能刷出 手機上面的操作更是最佳化了不少 下蹲和直立間的動作銜接變得更滑順 打鑰匙只要不要上推搖桿到固定機跑 都不會打斷補鑰匙的情況 紅蘿伊玩家福音 現在可以用作於投擲物帶投擲的狀態 跟隨跳鏟時以往都是拉小影距離是移動視角 現在可以透過滑動右半邊螢幕轉動自由視角鏡頭 與乘車時的模式是一樣的 最後當然是咱們的Royal Pass 最新的RP H15超越王牌 最重要的是解RP拿到的UC足夠你再買下一次的RP 這等於說購買一次就可以將等級升上去拿到的UC 再購買下一次的RP 真的是好爽一直爽啊 有獎真達雷肉 請留言你最喜歡這次1.0改版的更新內容 並且分享這部影片 就有機會獲得《絕地求生宴》官方送出的實體或虛擬獎品 最後 各位這部鴨瓶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Guarow G-U-A-L-O-W Guarow Guarow 同時也歡迎追蹤《絕地求生宴》的官方粉絲團與官方頻道 我是Guarow 再見 掰掰